這水晴拉緊報 經濟部日前提出開放廠商 申請早井 直接供應產業用水 不過在抗旱結束之後 水井就必須停止使用 對此有學者是認為早井是用在最後一步 建議政府應該要污水再利用 興建污水再生水廠 各縣市政府 也可以藉此開拓裁員 中南部水晴吃井 科學園區及工業區的 用水拉緊報 日前 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提出遵循水利法進行地質水文評估 要在合法且安全無餘之下 開放廠商申請早井直接供應產業用水 日前水利署盤點各地既有抗旱 僅共一千兩百五十口 經過整備納入自來水系統供水 共一百六十口 若成功早井取水 預計可提供每日四萬噸水源 根據水利署的觀測 目前新竹水晴燈號亮起實施減量供水的成燈 已經調度桃園石門水庫支援 每日二十萬噸 並將在三月底提升到二十二點五萬噸 也和苗栗永和山水庫相互支援 此外也推動抗旱水源緊急利用計畫 包含新竹海水淡化廠以及新北桃園新竹及苗栗等地 共六處移動室進水機組等設備來維持民生及產業的供水 水利署表示抗旱早井是不得已 但必要的規劃 抗旱結束就得停用 學者認為台灣缺水根本原因在於國人對水資源極度浪費 污水與水的回收再利用也都做得不夠 政府除了鼓勵節水措施 也要啟動跨部會協調積極興建污水再生水場 不但可以開發水源 各省市政府也可透過污水回收開拓裁源 記者會陳立峰 張君豪 台北新竹報導